《大宝法王慈悲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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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正法与众僧 应贤弟子菩提光 劝勤善贤绝道登 这句话用白话来说的话 就是说 恭敬邻里三世一切诸佛 他们所说的法和僧众 为了响应贤弟子菩提光的劝勤 我将好好的点亮明灯 照亮通往菩提国位的道路 按照这个科判来说的话 这句祭颂包含了两部分内容 李赞文和著论应允叙说 首先呢 我们先来讲一讲这个李赞文 也就是前半句 尽离三世一切佛 极比正法与众僧 这一部分 这里主要宣说的是 有关皈依 顶礼三宝的内容 说到皈依呢 我们一定要了解 佛法修行的第一步 应该学到的第一个内容 就是皈依 根据噶丹派的传统 一位聚德的上师 带领一名聚齐弟子的时候 需要按照佛法的次第 慢慢的来教导他 而且一切修行的开头 就是皈依三宝 这一点非常重要 以前呢 在康区啊 有一个人呢 想要在一位上师面前 领受教法 他跟上师说啊 您一定要从头教导我 于是呢 这个上师就答应了他的要求 但就在这位上师啊 打开经书 想要开始讲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个问题 可能因为这个上师 没有太多的修行经验 或者什么原因 因为很多佛经的开头 写的都是梵云脏云 还有续分等等 这位上师呢 就实在不知道 哪一段才是真正的开头 直到最后呢 也完全没有找到 开头在哪里 后来呢 有人请教了 波多瓦大师这个问题 波多瓦大师说 佛法的开头 就是从皈依开始 那么在皈依之后啊 第二步啊 就是要顶礼三宝 所以呢 周杰呢 在全文的这个 首句 写到的就是顶礼三宝 或者 李静三宝 那为什么周杰要 先 最先写到顶礼呢 这里呢 我们要 了解一下 有关顶礼的两种必要 一方面呢 这符合了所有大德和圣者 一贯的做法 另一方面呢 通过首句 顶礼 可以 令 所要开始 或者 将要去做的事情 终得圆满 不至于在 进行的过程中 出现什么障碍 阻力 导致呢 最后 前功尽弃 或者半途而废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基本上 在做 善行的时候 尤其是比如说 行持佛法 讲法 著书的时候 总是会出现一些障碍 比如说 我每次 讲这些 比较大的课程的时候 都会出现一些障碍 甚至有的时候呢 一些佛形失言呢 会严重到 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这些障碍里面呢 其实很多都是由于福报 福气 不够而造成的 或者也可以说是 曾经的一些恶因 而导致的恶果现前 所以呢 想要避免或者说 消除这些恶果 障碍等等之类的问题 唯有通过 累积自己的福德 增长福气 来化解和消除 从而呢 使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顺利圆满地完成 那顶礼 礼赞三宝 实际上就是在累积福报 这种方法呢 其实就是通过自然规律 或者说是缘起的力量 因过缘起的道理 来达成我们的目标 那顶礼的对象又是谁呢 就是三宝 通常在佛教当中呢 无论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之前呢 第一步要做的事情 都是归一三宝 然后在礼拜和供养的三宝之后呢 才正式开始去做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基本上 这是所有佛教宗派 都通用的一种规矩和做法 说到顶礼呢 据说阿底小尊者 他有一尊小佛塔 他平时呢 都会随身 随身携带 随身携带 然后呢 每每遇到一点 一点点这个令他不安 或者不知所措的时候呢 他都会拿出小佛塔 然后呢 在他面前献供祈祷 之后呢 他的心里呢 就马上就会觉得比较踏实和放心 所以呢 直到今天呢 周杰 事业的影响和这种流步啊 有多么广大和深远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游牧共睹的 不管是他写的著作也好 还是其他的任何佛形事业 都是那么广为人知 深入人心 历经千年 仍旧 为人传颂 为人传颂啊 这一切 都证明了 他的所作 所愿 全部如他所希望的一般 圆满实现 当然呢 这不仅仅是尊者自身的力量和加持 同时呢 也是他不断的勤行三宝 供养三宝 累积福报的实际证明 而九五节的这种 对三宝的这种信心 是建立在全方位的 透彻的了解 三宝功德的基础上 通晓有关三宝的所有知识的情况下 才升起的一种全然的信心 不是像我们这样啊 只是比较表面的 没有深入学习的那种 经不起太多的考验 甚至呢 还有一点情绪化的信心 九五节的信心的那种层次啊 深度和这个质量 都是我们应该去学习和效法的 那话说回来啊 九五节为什么要在首句写下对三宝的礼赞呢 刚才我们虽然讲了这个 这个顶礼的两种必要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把这句礼赞 理解为尊者对我们后人 发出的一种指引 或者说这就是纠结交给我们的口诀 所以说在征论之里的第一句 纠结就把礼赞写在最前面 就是为了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这一点 下面呢 我们就来逐字逐句的去解释一下 这句礼赞文 首先呢 这里说 敬礼三世一切佛 在藏文的译本里面啊 一切佛用的词是 有啊 直接翻译过来的就是圣者的意思 在这里呢 就代表了这个这里的这个圣者呢 代表了三宝当中的佛宝 那么极笔正法于众僧中的这个正法 指的就是三宝当中的法宝 众僧就是僧宝 在如实 如实法师的这个一本当中 就是教法以及诸僧众 也是同样是法宝和僧宝的意思 那么我们首先一切佛 也就是佛陀 我们知道这个佛陀有很多不同的名号 但是呢 在此处呢 他特别提到了圣者 这一称为 为什么呢 因为佛陀呢 就已经成功摧毁了一切恶的因 换句话来说 佛陀和恶的魔君之间的这个大战结束了 佛陀完胜了 所以呢 称之为圣者 那圣者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呢 在根本说一切有部皮纳言里面讲到 佛陀成佛之后呢 想去瓦拉纳西路野院 出转法轮的时候 途中呢 就遇到一位名为清净的外道 他看到佛陀 诸根端正清净 颜容 皮肤细滑 所以呢 他就请教佛陀 您的导师是何人呢 追随谁而出家 领受谁的法教的呢 就是他问的几个问题 佛陀答道呢 我不同意别人 我没有老师教导等等 佛陀宣讲了一段寄送 在这段这个计算 计送当中呢 佛陀用圣者来自称 这部经呢 有唐代的《易经三藏》翻译成中文 但是呢 其中并没有把圣者这一句翻译出来 但是呢 在藏文的一本当中呢 是有这么一句的 所以呢 我在这里特别的摘出来 跟大家分享 那么当然呢 除了这个圣者之外呢 佛陀还有很多其他的名号 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佛陀的 比如说 有的是赞叹佛陀 佛陀的断的功德 有的是慈悲的功德 有的是加持的功德 有的是威力的功德等等 所以呢 佛陀享有很多不同的美誉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特别针对佛陀 断的功德 战胜魔君之一点 特别称呼佛陀为圣者的 当然了 同时也能体现出 他正的功德 因为这个断正二者是一体两面 然后呢 祭奏这里特别说到的是 尽离一切佛 这个一切的意思就是说 这里不只是针对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一尊佛来立战的 而是过去现在未来 三世一切 三世所有一切的佛 比如 加持佛所代表的过去过去佛 释迦牟尼佛所代表的现在佛 还有弥勒佛所代表的未来佛 他们都是我们要顶礼的对象 也就是一切佛 接下来呢 颂词中说 极笔正法与众僧 里面提到了三宝当中的第二个 法宝 在法尊法师的译本里面是正法 如实法师的译本当中是教法 不管是哪一个 在颂词之里的意思 指的就是法 也就是梵文当中的达尔玛 前几堂课的时候 我们讲过 法可以分为两种 教法和正法 在我们这个颂词里面的这个法呢 教证两者都包含在内 达尔玛这个词呢 其实在佛陀之前 在古印度就已经被人们广泛的使用 如果听过之前夏季课程 可能知道 在礼句吠陀里面 就出现过很多次 达尔玛这个词 达尔玛这个的梵文的词根是 达尔 它有保持 支撑 支持 承受的意思 从这个词根呢 就 衍生出了 达尔玛的含义 实践力 或者 稳固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 法 法则的意思 达尔玛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含义 很多西方的学者呢 就 都尝试过 把这个词呢 翻译成 比如英文 德文 法文等等 但到现在呢 都没有一个定论 一直存在很多争议 但是呢 达尔玛这个词 在很早之前就传入了 中国 被译作法 古义里面呢 也被译作达尔玛 达尔玛 达尔玛 或者 陀摩 或者 谭摩 等等 达尔玛这个法是包含万事万物的 无论它有多大多小 无论有没有形状 是真实存在的 还是虚构 虚拟的 无论是事物本身 还是事物的道理 都包含在这个法当中 唯事论 终有提到 法为鬼持 鬼为鬼犯 可生误解 持为认持 不舍自相 唐代 唯事高僧 普光所写的 俱舍论 光记 中也提到说 是法民有二 一能持自信 为一切法各守自信 如色等 信常 不改变 二 鬼生 圣洁 如无常等 生 人无成 等洁 这里的 鬼犯 就是法则 的意思 鬼身误解 的意思 就是说 每样东西 事物都有 他 自己独有的 样貌 形象 通过他自身的 这种 形态 状态 我们可以识别 辨认出他来 识别 辨认出他来 比方说 梅花有梅花的样子 竹子有竹子的样子 他们都是有 有形物 有自己的这种 本性 所以通常呢 鬼池中的这个鬼 就是来形容这些 有形的物体 而池的意思 就是在维持 保持的意思 他把 无形物业 含设在其中 表达了他可以 保持 认识 他自身状态 和样貌的一种 特性 所以呢 法的这个鬼池 包含了 有形和无形的 万事万物 那么根据 噶丹派传承的 说法 达玛里面 这个维持的意思 包含了三种维持 或者说是 三种旧度 从恶趣 旧度出来 从轮回 旧度出来 还有从小乘中 旧度出来 在后面的课程当中呢 我们还会 对这个方面呢 进行更具体的解释 所以呢 今天有关法呢 就先介绍 那么我们讲了 法宝 佛宝 法宝 接下来呢 我们就 讲 顶礼三宝当中的僧宝 首先呢 我们先了解一下 僧 或者说是 僧家的概念 僧在梵文中称为三个 大成义证当中说 僧者 外国正因 民曰僧家 此方翻译 民和和 所以呢 僧家是 因译 意译是和 众 也就是 和和的意思 所以呢 僧家也称为 和和众 和和僧 或者海众 大致都论当中说 僧家 勤严重 都比丘 一处和和 是名僧家 在古义当中呢 僧家还有另一个名称 叫做狮子 孔雀王 咒经 有曰 僧家 两眼 狮子 通常来说的话呢 如果是凡夫 凡夫的话呢 人数在四位或者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比丘或者比丘女的结合 集合 那我们称为这个僧众 但是呢 如果是圣者的话 那就不一定是这样了 以上呢 大概就是有关这个僧宝的一些简单的介绍 所以说在九五节所写的这句礼赞文中呢 对三宝呢 进行了非常恭敬的顶礼 礼拜 那具体来说 什么是非常恭敬的顶礼呢 怎样算是非常恭敬的呢 就是要身口一三门合一的去顶礼 前几堂课当中呢 我们也大概就讲说了顶礼啊 大家可能也都比较了解 所谓恭敬顶礼 就是要三门合一 口中念着礼赞文 肢体上要合掌或者膜拜等等 做出这个礼拜的姿势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心里心里面要诚心诚意的去意念 要非常认真专注的去想着三宝 然后呢去进行顶礼 这样才算是三门合一的顶礼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 九姐在九姐到这个藏地的时候 已经是年过半吧 应该差不多是已经有六十多岁了 但是呢 她在礼拜的时候呢 身体依然是站得非常直 姿势非常的标准 然后呢 双手举到 举过着这个头顶 进行礼拜 据说呢 因为年事已高 她在礼拜的时候呢 就小腿呢 都忍不住这个颤抖 但是呢 她还是坚持顶礼 连九姐都 九姐这样的尊者都如此的去顶礼 行持 所以呢 我们为了可以累积福德 也都应该要同样的方式和状态 去好好认真地去做好这个顶礼 所以说 卓姐在这个颂词这里呢 开篇九 礼赞三宝 其实是在开门见神地 交给了我们一个口诀 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 都应该先对三宝礼拜 供养和齐寝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心愿就会实现 这就是九五姐 交给我们的一个道 就算是最终这个心愿未能达成 这样做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 这个噶丹派著名格西 牛苏巴的这个寺院里面 有一位僧人 和来自这个朗塘巴大师的寺院的一位僧人 两人呢 两人呢 结伴而行 在穿过 Pembo Gola山口的时候 由于呢 这个地方呢 经常会出现强盗 所以呢 两人就盘算着啊 应该 要如何应对 这时候呢 这个牛苏巴寺院的那位僧人 就做了一些夺马 想要献给护法 希望呢 就自己不会遇到强盗 而这位来自这个朗塘巴寺院的这个僧人呢 就说道 如果遇到强盗 能对成成就佛果有所帮助的话呢 遇到就遇到吧 反正三宝是变支的 那要强什么就随便让他们去抢吧 所以呢 他就这样一路上呢 一直不断的 这样齐寝着三宝 没有做任何其他的事情 后来呢 这个噶丹派的一位大德 听说过啊 这件事情之后呢 就说道 就是应该要这么做 要是想知道 菩提道登论的这个教法是否还存在 就看看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先顶礼和七经三宝 就知道了 这就是检验这个登论教法存在于佛的关键 这就是检验的想办法 所以呢 我们现在开始学习登论啊 大家就应该学会做任何事情之前了 都先礼拜和供养三宝 就算是有的时候可能条件不允许 我们就应该尽可能的在心理齐寝和礼拜之后呢 再去实施实行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修行的口诀 说到这个随时齐寻啊 其实这应该变成一种我们的习惯才对 这是作为一位佛弟子 应该时时刻刻都要去做的事情 我们要知道啊 齐寻三宝 齐寻佛菩萨 不一定是要在这个佛像面前才能做的事情 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 任何情况当中 甚至呢 都可以成为像口头禅一样的一种习惯 比方说呢 我们在赶不上这个公车的时候 就可以马上想到三宝 齐寻三宝 让我们不错过列车 或者在这个网速太慢 网路卡住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马上齐寻三宝 或者在学习工作当中呢 遇到一点点问题或者麻烦的时候 也都应该立刻齐寻 甚至有时候呢 突然一个什么东西找不到了 也可以立刻齐寻 在藏地呢 有一种说法 就连嘴巴烫到了 就会马上齐寻 总之呢 在生活当中的任何细节 任何情况 不管好事坏事 大事小事 都要马上想到去齐寻 如果能把这种齐寻呢 就变成一种习惯 然后呢 成为一种潜意识中 可以在任何情况下 都能脱口而出的一种下意识的齐寻 那就最好 因为呢 我们要知道这个三宝佛菩萨是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了 意识不大他们存在的人是我们自己 不是他们 他们是随时随地的可以帮助和加持我们的 而且他们什么忙都可以帮得上忙 因为他们是有求必赢的佛菩萨 所以呢 我们千万别客气 不要觉得好像麻烦到佛菩萨 耽误了他们的时间 不要忘了他们是千变万化 千手千音 无处不在的 像那个电影 Lucy一样 而不够信任他们 不寻求帮忙的人是我们自己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培养自己 慢慢的养成 时时刻刻 每一分 每一秒都在齐寻 和一年三宝的这种习惯 这就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只有我们能把这种齐寝三宝 佛菩萨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完全深入到我们的潜意识当中 这样的话呢 我们才能在临终的时候 不管有多害怕 多惊慌失措 或者有多痛苦 都能马上的齐寻三宝 因为它已经变成一种下意识的习惯 所以呢 只有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呢 可能才会比较有把握 比较坦然 要不然的话呢 到时候呢 真的是叫天天不阴 达地地不灵 所以呢 就是这样的这个习惯了 我们需要从现在就开始 有意识的去培养 时时刻刻地去练习 那么在这个礼赞三宝之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按照这个科判 就是第二小部分 祝讨论 因缘续言 也叫做历史 祝论 这个宋词里面是写到啊 应贤弟子 菩提光 如实法师的这个 那一本当中是说 一本当中是说 贤土 我们发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誓言 宏大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通常呢 只有佛才会立下这样的誓言 什么誓言呢 就是要善贤绝道灯 换句话来说的话 就是要照亮成佛的道路 这里绝指的就是菩提 菩提就是我们 作为一名佛弟子 要立志达到的目标 要成就的佛国 那道呢 就是成就菩提达到佛国的道路 或者途径 灯指的就是 当我们走在这个菩提道上的时候 一盏为我们指引和照亮 前行道路的明灯 那么善贤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 九节立是在这里呢 点亮一盏非常明亮的灯 要注意啊 这不是一般的灯 是非常明亮 非常光明的灯 换句话来说的话呢 九节立是要写下这一部 能够完全照亮菩提道的指南书 也就是一部 把通往菩提的这一条路 讲解的非常完整 透彻和清楚的这样一部著作 在藏文的这个一本当中啊 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误解 这里的重点是 九节要照亮的是菩提道 而不是要照亮菩提道上的灯 如果是照亮菩提道上的灯的话呢 那这部论点就变成了灯论的注释 而灯论本身就是根本送原文 而不是一部注释 所以呢 这里的这个擅弦 绝道灯 指的就是 点亮能够照亮 菩提道的灯 总的来说的话呢 九节要照亮的是 通往菩提的这个道路 也就是成佛的这条道路 那么要如何去照亮呢 虽然呢 灯论篇幅不长 严解 易干 易干 严解 易干 但呢 但是呢 就是它的这个光芒 却照射到了整个大乘小乘 以及三藏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那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在修行成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行者呢 根据个人的这个潜力 能力不同 通常呢 可以分为三类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上中下 三世夫 有关这个三世夫的这个介绍呢 下节课呢 我们就会细讲啊 那么在灯论里面 关于下世夫和中世夫 都各只用了一句颂词来进行解说 仅仅这两句颂词就涵盖了整个小乘当中 所有三藏的内容 然后呢 这个灯论基本上 灯论的这个灯论基本上 后面的所有的这个颂词啊 都是为了照亮大乘之路 而点亮的这个明灯 所以呢 这个灯论可以说是一部完整涵盖 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总设 一把三藏的钥匙 虽然呢 文字上看起来呢 非常的这个精简 浓缩 但是呢 内容却是非常的庞大 可以说是精辟的语言 所以呢 可以说这个精辟的语言当中呢 就包含了这个海浪 海量的这个知识 比如说 从修行次第的角度来说的话呢 在讲到这个资量道的时候 他点亮了文思智慧的明灯 在讲到这个嘉行道的道的时候呢 他点亮了禅修智慧的明灯 在建道的部分呢 又通过点亮宪政的明灯来照亮建道之土 就这样 登论成为了一部 涵盖所有三藏根本内容的一种总设 所以呢 我们不难看出啊 九五级立下了这么一个宏大的誓言 它是照亮通往菩提的这个道路 这不是佛的誓言吗 这好像是佛能做到 那这么大的这个誓言 九五级有这个条件 或者有这个资格来做到吗 或者说是他有这个能力吗 那九五级他当然可以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呢 他自己是一名政务成就者 此外呢 我们之前也讲到过 他具备了撰写论点的三大条件 这三个条件里面的一个条件 都不是一般人都能轻易做到的 所以呢 就求解释 当然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 来立下这样的一个宏愿 而且事实也证明 他做到了 不仅如此呢 九五级本人也具备了很多其他伟大的功德 之后有机会的话 在课程当中呢 我们会再一一细讲 那话说回来啊 是什么原因能够让九五级下定决心历史 来点亮 智展明灯的呢 就是因为这个贤土菩提光的劝情 在贤弟子强求我的这个敦促之下 九五级就写下了这部著作 那为什么九级称抢救委为弟子呢 而且是贤弟子 因为抢救委在九级这里得到了法的恩责 所以称为弟子 而且他是一位非常聚气的弟子 所以称为贤或者善 聚气的弟子呢 就简单来说的话 就是合格的 有资质 资质 有能力 潜力 而且符合条件 值得去培养的这样的一个弟子 过去嘎丹派大师 有两种说法来解释贤弟子 一种是说那些能够通过一教奉行 而让上师欢喜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另一种说法呢 是把那些所有人都很尊敬 人们交手称赞的弟子 称为贤弟子 关于这个聚气的弟子呢 有一个故事 之前我们在讲到这个九级生平的时候 讲到过 九级曾经在三耶寺住过一段时间 那个时候呢 掌管三耶寺的人是菩提扎家 所以呢 这段时期呢 九级一行人的这个食宿等问题呢 都是由他来安排和提供的 那个时候呢 他就想九级这么崇敬往昔的这个赞卜 而我又是 而自己呢 又是他们的后代 而出于这个虚荣心呢 他就希望能够从这个九级那里呢 听到一些赞美之词 于是呢 有一天 他就来到九级面前 问他说 嗯 为什么我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就算是在盘坐 也会马上站起来向我回礼呢 而且据说强救人 向你礼拜的时候呢 您却没有站起来回礼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 菩提扎则这么问 估计是就希望听到一些回答 让九级说出 他比抢救人更胜一筹之类的这种赞美之言 那么九级听到 他这么一问 就回答道啊 您是藏地的国王 如果不回礼 在别人眼里呢 就会像 我是不懂礼数的样子 九级 这个菩提扎在听后呢 就是又问道啊 那强救人也是赞博的后代啊 他在礼拜的时候您却没有站起来 九级说 强救人说我的弟子 那不得让他就马上追问道 我 我也不是 我不也是您的弟子吗 九级 听到之后呢 就刚开始就并没有说什么 过了一小会儿呢 只是说了几句 是是是是 惭愧惭愧之类的话 就敷衍了过去 也并没有具体说什么 后来呢 这个嘎丹派的大德们呢 是这样来解释的 对求解来说的话呢 成就可以说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弟子 所以呢 九级姐呢 就完全不需要看她的面子 看她的脸色 可以非常自在 舒服 想做什么都可以 而对于菩提拉扎呢 九级姐就会觉得比较 身份 无法感到完全的放松 总是心有这种忌惮 这是什么意思呢 作为一名弟子 不能让人有害怕的感觉 让人总想着跟他保持距离啊 给人一种提心吊胆 或者说是担惊 担惊说话的那种感觉 尤其是不能让上师觉得 觉得 得要这个时时刻刻都小心翼翼的相处 这样的话呢 那上师就没有办法跟他建立起真正的师徒关系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非常有深意的 如果大家都可以自己心里仔细想一想提会一下 可能就会慢慢会明白 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上师对弟子一直都怀着一种不能完全放松 总是有所忌惮 有所顾虑的这种心情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建立起一种能够成就解脱的师徒关系 比方说呢 马尔巴尔对米勒尔巴尔就完全没有顾忌 心里不需要有任何的忌惮 任何顾虑 他想要怎么对待米勒尔巴尔都可以 而且呢 米勒尔巴尔也是全然的接受 理性感性上都欣然接受 那么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他们师徒二人的就建立起来的真正能够起到作用 真正能够实现解脱的这样一种师徒关系 这是非常关键 也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自己上师的时候 尤其是想要建立真正师徒关系的时候 需要自己去揣摩体会和用心观察 话说回来啊 我们接着说这句九五级所写的这个 《著论英语序》说 由于登论是在抢救者的劝情之下而撰写的 再加上呢 当时呢 藏族人本来就对这个抢救人信任有加 所以这样以来呢 所有的藏族人更对这个登论深信不疑 而且非常恭敬的对 去对待和学习 由此呢 我们也呢 看得出 在这个领受教法的时候 要看这个奇情者是谁 也是十分重要和关键的 好吧 就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就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沪池生命电视台 邮政划播 沪明财团法人生命传播文化置业基金会 划播账号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账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 中山书坊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祭念佛共修 恭请赞江法师 赞同法师领诵修持 日期 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 上午九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 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恶路 472号七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 训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与共修 尽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法 慈悲之夜花莲中心 二月共修法训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 二月十二日 二月十九日 二月二十六日 每周日下午一点三十分 礼拜八十八佛 宏明宝燦 点灯 供水 要供 即甘露诗时 地点 花莲中心 花莲市建国路 一百六十号 电话 零三 八三一 一六七三 尽请宇慧菩萨 全程配合防疫保护措施 前世对人恭敬 今生身行高大 感恩公子送阿妈回来 公子啊 真谢谢 今生身行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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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老师